安贴全播报 解入速度相当惊人 西数称读取速度其实可以做到985Mbps 远远超过UHS3 SD标准的最大值624Mbps 具体来说 西数在现有SDUHS2 但针角的基础上 通过物理适配搭上PCIe 3.0x1总线 同时借助转换器来提供标准PCIe电压 完成了这个设计 具体的主控 闪存类型没有公布 你可能是定制的 西数表示PCIe SD卡界面的成本 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因为PCIe x1 PHY物理层是比较简单的 不过PCIe SD卡标准尚未制定完毕 短期内不会有产品上市 目前的展示也只是验证可行性 吸引行业关注 PCIe SD卡的未来可以说十分光明 因为下一步PCIe 4.0 PCIe 5.0的单通道带宽 将连续翻番为2GB S4GB S 兼实不需要扩大SD卡的PCIe通道数 只需要升级标准 就可以提供如今M2 SSD的性能空间 SD卡协会也在MWC2018上 呼吁行业参与到PCIe SD MicroSD卡标准的置顶中来 基本原则是保持现有外形规格 支持PCIe ENVME向下兼容传统SD